请喝茶 谢谢 阁下有什么要跟我谈的吗 我是想跟你解释解释 窑子里的事那纯属一场误会 你的事我已经听说了 就是持枪伤人 用你们的话来说 就是砸场子 姑妈先生 这怨不得我 那帮混蛋把我妹妹 抢到窑子里去逼着她接客 还把她打了个遍体鳞伤 我觉得这不光是在我们中国 就算是在贵国 也不能允许吧 她真的是你妹妹 千真万确 同父同母 我叫赵金哲 她叫赵小雪 我非常同情阁下妹妹的遭遇 但不管怎么说 你都违反了大日本皇军新颁布的治安法 你不但持枪 而且伤人 你看我不是被逼急了吗 我非常愿意交阁下这样英勇豪气的朋友 你看这样吧 你暂时在这里先委屈几天 我去宪兵队 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大家都彼此满意的解决办法 谢谢你 坐下 哥 今天没办法你怎么办呢 坐下 坐下 哥没事 哥 你真的和日本人是朋友吗 那哪能啊 我跟日本鬼子叫朋友 哥那是脑子被驴踢了 那你刚才说什么工本的是你的朋友 那我瞎说的 他也没说实话 真正的工本 现在在封领城策划这工程呢 哪有时间到宝丁来跟我喝茶聊天啊 那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还不知道 不过这个鬼子说可以帮我们逃出去 真的 但愿是真的吧 那也真的是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你歇会儿吧 别怕 嗯 嗯 老板 欧阳团长的军营有什么新的动向 郑龙说他亲自带人在各个团配构吉亚 他们的方位部署和这张图上的一样 没什么变化 元善那边有什么消息 十一军有什么动向 元善也派人送我来口信说 十一军还在乱石压一带 也没什么变化 你去吧 你去吧 龚文俊 你的旅团可以一路高歌猛进了 准备发射 大左阁下 炮兵阵地部署完毕 大左阁下 装甲部队集结完毕 大左阁下 石骨连队准备完毕 大左阁下 春木连队准备完毕 开始进攻 命令炮营开炮 日本人的炮火压下去 是 给我先炮银 往讲弯 团长命令 什么 你说什么 小总共事 炮银遭到这群炮火猛烈攻击 基本先行瘫坏 根本无法组织反击 胡扯 日本人怎么知道炮银阵地的位置 喂 王院长 怎么了 喂 喂 王院长 喂 周伟营 马上赶快放营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 报告团长 独立营刘运长报告 独立营在城外的防线 遭到了日军的猛烈炮火 伤方惨重 不好了 不好了 鬼子进攻提侠了 怎么办 白龙 刘虫情报也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 昨天下午派出去的人 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 现在要不要再派上去 现在去还有什么用吗 明白了 不是他们进攻提侠了 是我们上当了 十八团给咱们的是假情报 真是怪不得十八团 十八团也上当了 大猫 带上咱们的特务联 立刻赶到石松口 我估计他们的炮银阵地 还在那儿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把他们的山炮打成哑巴 等等 我也去 夫人 我对石松口的大路 和小路兜首 走 陆院长 陆伯 你带领一分队和二分队 尽快赶到丰岭周边 在工程部队的背后打一下 不一定要拼命 但一定要拖住他们 要最大限度地 减轻十八团的压力 快去 白龙 带领三分队跟我 我们去找 公本旅团的指挥部 我们尽量把 公本旅团的指挥系统 打上瞎子 走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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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分队联系上了吗 已经联系上了 分队独立团正在太行一带 和鬼子收水 留在分队的 只有一个警卫牌 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这没事 真心解决不了问题啊 马上和分队联系 调独立团火速返回 以最大的限度 减轻十八团的压力 可是袁非 也解不了尽可呀 相信十八团的势力 可以鼓手十天以上 马上练习吧 是 刘老板 小板 来 坐 十八团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刚刚见过铁书长 他们截获的日本人情报 肯定是迷魂镇 工本旅团扫荡的 只有一个中队 他们的主要目标 还是封灵城 十八团的炮营阵地 和独立营阵地 都遭到了鬼子的炮火袭击 而且损失很大 十八团想要固守封灵 应该十分困难了 也就是说 工本旅团在进攻封灵之前 就已经了解 封灵城的城防部署 而且十分地准确 是 您的猜测是没错的 封灵城 肯定潜伏着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 工本旅团的指挥部 我们设在什么地方 在华书庄 华书庄 走 马上去华书庄 好 到底什么情况 十二门主炮全部斩毁 只留下两个制弹头 团长 我就不明白了 日本人为什么会把咱们的底细 摸得这么清楚 团长 会不会咱们内部除了内阶 我们战斗结束之后 首要的任务 是把这个内队给我查出来 是 王院长呢 这网了 这网了 欧阳营长 到 你带着这些人 想办法穿插在我工本旅团的炮兵阵地 能抢过几门大炮最好 实在不行 就把他们的大炮也给我废了 是 王左勇 到 警卫班归欧阳营长指挥 是 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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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别的路吗 又一条 走 跟我走 走 一遍 不行啊 参谋长 这儿全是鬼子 这把东洋窝库怎么把定型了解得这么清楚 白龙还有别的路吗 骗子 又一条 但那天路呀 又抖又难走 带着我 usted Prime 有ø arm 还 都 有 有 有 他们这儿不行了 这儿怎么全是鬼子 冲上去 把他们给我干掉 是 二 上 上 啊 啊 船部长 船部长 一分队二分队 全被鬼子的火队 压在柳端的出山口了 他们火力太猛 根本撑不出去 哪个八字 到底是东阳鬼子 还是他娘的 风链鬼子 告诉回虎 不信一切代价 一定给我冲出去 是 不信一切 不信一切 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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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佳 下去看一下 小白 你懂日語就看你的了 好 好 所有的路都被封死了 就剩这边这一条路了 妈了个帮子 是人走的路吗 怎么不是人走的路啊 反正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走 我跟赵金哲走过 赵氏令能走 我们也能走 夫人 你现在马上回去跟我们参照会合 兄弟们 走 队长 说 右前方一公里处 是日本人的炮兵阵地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 是日本人的炮兵阵地 他们外面有多少警备 人不少 大概有一个连 如果听好了 小日本的人数 是咱们的三倍武器精良 所以不能强攻 靠近的时候注意隐蔽 打他个措手不及 停楼 上 上 怎么样 有了 喂 大主陪下 您的电话 喂 我是公本 什么 多少人 这不是他们的正规部队 是山口军说的封领十一军 一群乌合之众 不用担心 告诉村莫连队长 不能盲目出击 确保炮兵阵地的安全 来 电话断了 断了 山口军 这个山口 究竟是什么人呢 肯定是日本人 也就是说 十八团或者封领城 早就混进了日本特务 十八团城 不说的邪命 干爹和这个山口有关 给我打 军队长 队长 日军泡兵阵地那边打起来了 不可能 这代没咱们的那样 那 会不会是赵经哲的人 走 我还真是施衣军啊 土匪就是土匪 赵经哲跑到这儿来捞流水的 军长 我们怎么办 军长 让兄弟们先待命 我看看赵经哲他有多大团队 能不能把宫门旅团的炮营寇 给我拿起来 开架 开架 住 他们在火里抬他 怎么办 军队一天打架 把他们打后别人哑吧 别拨抬 军队 军队 军长 现在缺口已经打开了 是我们出击的最好时机 不行 我不能拿着兄弟的命去拼 你这样 把所有的制弹同工准备好 找一个制高点 把所有的炮弹都打出去 我要把日本人的火炮 打成沸腾烂体 快去 是 泡水给我动 军队 刚 range 什么 个 弹总 独立营镇基 element 已经被宫门履常 转家部队突破了 三英镇的发营长 在西门的防线 遭到鬼子 我们现在已经无限磕首了 赵经浙的十一军在哪儿 现在还不太清楚 冲 副司令 不能再冲了 再冲咱们兄弟都拼光了 再给我冲 我就不信他娘的日班鬼了 就他们不成人 副司令 不能再拼了 咱们兄弟都拼光了 以后怎么给我放头啊 副司令 副司令 赶紧撤保 副司令 这混蛋 口口声声抗日 到了关键的时候 又成了苏头乌龟 不能怪他 咱们提供的情报是有误的 也许他现在还在乱谁啊 已经十三个小时了 就是爬也应该爬过来吧 你们少废话吧 干好自己的事 刘老板 你可算是回来了 封令城那边已经 我都已经知道了 十八团两个主力 已经遭到了重创 互守封令城的希望 已经是恢复其威了 我估计十八团 放弃封令城的时间问题了 你们排的任务 主要是审法侧应和保护 确保十八团安全突围 是 刘老板 那我先回去了 现在 不行 太危险了 既然封令失授 已经迟早的事了 我必须留在城里 设法查明 潜伏在封令的 日本特务组织 我懂日语 这个任务由我来完成 最合适了 好吧 瑞瑞 您要护送小板进程 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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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老板 老板 怎么样啊 欧阳尊被俘了还是战死了 没有 十八团的残部已经全部突围 不可能 十股连队的包围圈顾诺尽腾 十八团的残部 怎么可能突围呢 不知道从哪儿杀出了一支八路军的队伍 硬是为他们打开了一道口子 八路军 层领地区哪儿来的八路军 确实是八路军 人数虽然不多 但战斗力非常强 去 通知情外的情报站 是 查 他们这是马路军的部队 从哪儿冒出来的 是 是 你 出来 哥 妹妹 哥 放心吧 小学 快去修修 来 开心吧 来 你 你好朋友 公门先生 您什么时候能放了我妹妹 我受得了她也受不了 她一个女孩子现在又受了伤着 真的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这几天我一直在跟宪明队交涉 总算谈妥了 宪明队长已经答应 放你们出去了 真的 谢谢公门先生 不过你需要先履行一点手续 是 这都是日本字我也看不懂啊 这就是一个释放证 你只需要签上名字就好了 好 好 好 祝贺你和你的妹妹获得自由 卖报卖报 公门旅团攻克封岭城 封岭城守军溃不成军 现在是掀法 卖报了 公门旅团攻克封岭城 封岭城守军溃不成军 卖报了 卖报卖报 公门旅团攻克搜岭城 没事吧 疼是吧 来 卖报里卖报嘞 卖报卖报 小孩 来 好 来来来 拿出报纸 谢谢 卖报卖报 公门旅团攻克搜岭城 搜岭城守军溃不成军 卖报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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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坐会儿 该马上回来 嗯 来 我想借你的车用了行吗 车 这是皇军的车 一听我就来气 来 来 小雪 来 慢点 坐好了 慢动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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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派人送到报社去 这是赵司令给十一军和封岭老百姓的最好礼物 阁下这次亲自到宝丁难道就是为了赵经哲吗 赵经哲已经不是在我的担心范围了 我今天特意来找你 就是希望您到封岭去 我不瞒你说 我不瞒你说 我遇到了点儿让我头疼的问题 封岭地区不是一直都在阁下的掌控之中吗 能有什么问题啊 盛战之前 公民党一直以 剿共作为重重之重的大事 迫使共产党很难渗透到封岭地区 我也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但是通过这场战役 他们突然冒出来了 蒋介石的几百万正规部队尚且溃不成军 小小的八路军应该成不了什么气候 你错了 在未来的华北战场上 对我们构成真正威胁的 那恰恰是共产党和他的八路军 阁下 您放走了那个中国人 抢走了松田少佐的车 这就是赵经哲 他一定知道封岭失守的消息 老婆 出来 快出来 你看看 你看看谁回来了 古玉姐姐 来 小雪 古玉姐姐 终于找到你了 古玉姐姐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我好想你 睡了 睡了 你说泄密 欧阳伯伯做事一向谨慎 怎么可能泄密呢 是啊 肯定十八端出奸细了 十八团都是老兵了 再说 公文旅团他们进来才多久 怎么可能勾搭上 我们掰着手指头算啊 十八团有几个人会说日本话 对吧 不光是十八团 整个封岭城来说 除了小满会说 好像才找不出第二个人会说日本话的吧 我看未必 你想 封岭城要是真的进了特务的话 这一定是一个说住话比说直的话还好的人 而且他能够勾搭上 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的啊 你回来了 我听说你已经在这儿待了两天两夜了 他们都是我带出来了 可我连六十八个兄弟 现在只剩下六个人 他们再也回不了家 才也见不着爹娘了 是我的责任 是我害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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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 在东北搜花江上 我 在东北搜花江上 他现在是一个人 在东北搜花江上 他在东北搜花江上 他在东北搜花江上 我 你们听着 我赵京车站着气齿 躺着也是气齿 如果我不能给你们报仇 结局就像我的手指一样 你是大日本帝国的优秀特工 而你的对手赵东东 他连个普通军校的协业都没有完成 但是 我还必须要提醒 千万不要小看 他的从容赛数 能让许多人望尘默契 他的能量一旦爆发 会让风铃城为止颤抖 删口大套 请 删口大套 请 提供任何的线索 我刚才看到一个穿长衫的中年男人 走进了工本的司令部 他长什么样 可惜我没有看到他的长相 只是听到宪兵队长小野 称他为山口君 他肯定还会出来 只要我们派人盯着 肯定能看到他的长相 请 请 请 山口君 这次保定之行还顺利吧 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啊 也就是说赵敬哲和他的十一军 已经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了 我们可以集中精力 来查找和剿灭十八船的残余势力了 任何摆在明面上的威胁 都不叫真正的威胁 我担心的是那些摸不着看不见的八路军啊 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威胁 好 公子军 我告辞了 下野队长 宋山口君 是 不 我自己从后门出去 哥 是不是很疼啊 哥 没事 还说没事呢 是指连心哪 吓死你了吧 有一点点 可是我听郭宇姐说了他们的故事 我觉得他们都是英雄 哥 你也是英雄 小雪 哥虽然跟你重逢了 但给不了你一个家 给不了你稳定的生活 以后的日子会很辛苦 也会很累 很危险 没事 哥 哥 我不怕 只要能跟你们在一起 就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哥 你不知道 过去这十年 我经历过很多危险 结过很多苦 但是我觉得 人最苦的不是皮肉之苦 而是心理上的苦 那种有家不能回 骨肉分离的感觉 你要不是真正经历过 你是永远都无法想象的 你是永远都无法想象的 哥 让你受苦了 没事 哥 都过去了 好了 不提了 对了 哥 我想去爸爸妈妈的墓地上来看看 好 先吃饭吧 吃完饭 哥带你去 爸 妈 小雪找着了 她跟以前不一样了 长高了 也长大了 小雪 跟爸妈说两句 爸 妈 我回来了 我终于回来了 我终于又能跟你们见面了 爸 妈 我好想你们 我真的真的好想你们 好想咱们家